妳在泰國 大家都知道妳 整個身心都很難受 聽說妳還跑去泰國看她 是 我為什麼會去看她 妳知道嗎 小燕姐姐 因為我跟她講電話 講了一個多鐘頭 然後那個月的帳單 一萬多塊 我後來想想 不如坐飛機去 快一點 所以妳的優異症 是被她救了 就應該是這樣講 因為妳發現有人比妳還苦 對 她常常就是有時候出國 她就直接把鑰匙丟給我 她就說妳自己進去看 看裡面有缺什麼 妳自己補貨 她自己補貨 對 她現在要補貨 那看一下該攪什麼 就去幫我攪一攪 如果妳看她衣服很沾 妳把它叫該洗澡哪裡 然後 最棒的一點是 我常常會在臉書 開菜單給她 妳幫我煮一條無果魚 要紅燒的 然後最好旁邊加點豆腐 然後苦瓜 炒鹹鴨蛋 然後這個禮拜跟下個禮拜菜 盡量不要重複 等一下 妳看她菜單 妳是到她家去吃 對啊 到她家 我家叫做千玉餐廳 然後譬如說 最近有一張專輯 叫做陪我到老 這是龍千玉的專輯 說起來龍千玉 我記得她剛出道的時候 我就常常聽到她 因為她爸爸也很有名 那她的師姐 這個鳳飛飛也很有名 那她一路唱歌 總覺得她是一個很會唱歌的女孩子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很多新聞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看到了 她有孩子 她結過婚 其實她一直都非常的低調 我們也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坐下來聊天 也常常看到新聞當中 她只要有什麼事情 她的小叔也就是 她的小叔就是曹熙平 會出來幫她講話 你知道曹熙平這個人 能讓她出來講話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今天她還陪龍千玉來到我們節目 讓我們熱烈掌聲來歡迎你們 小燕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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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第一次看到你們兩個 對 太好了 小燕姐好 我剛剛講 我說從她出來唱歌 其實我 不太有機會反而那樣 對 她一直很低調 然後很多事情從來都不講 只是當事件登到報紙上的時候 我會發現曹熙平我怎麼出來幫她講話 我才發現 她很照顧我 很疼我 對 那因為我一直覺得 歌唱就是我的工作 其實有時候 藝人的一些私事 不喜歡攤在檯面上 沒有 現在藝人都好喜歡攤在檯面上 尤其是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 因為她的形式風格是比較低調的 所以我覺得龍千玉一直 就是非常低調 好像你總覺得她一直在唱 可是她結婚了嗎 又小孩嗎 我都覺得 原來你是她的小叔 這件事情 我得好好的都聽說一下 好難想像 好難想像 對 是 陪我到老 對 這一張專輯是第幾張 已經 其實我沒有特別統計過 但是有很忠實的粉絲幫我統計 應該是快接近60張了 對 默默的這樣子 默默的 他就是默默 一年一兩張 一年一兩張 他就是一直在 他就好像歌唱界的公務員一樣 對 公務員 小燕姐妳有沒有看過藝人 在一個唱片公司 可以待二三十年 好像沒有 我是獅子座 獅子座 小燕姐也是獅子座 對 我都是獅子座 我比較喜歡簡單 不喜歡變動 對 所以我覺得這家公司 滿好的 也滿習慣的 而且跟公司的藝人 大家工作人員都處得很好 就很好 對 我就安心 一直在這家公司 請坐 謝謝 其實大家也許不知道 這個龍泉宇 剛開始唱歌的時候 是唱國語歌曲對不對 對 也不叫這個名字 對 剛開始唱國語的 叫江玉琴 這我小時候的乳名 對 你看這張紙 這個很久以前 沒有這個資料 這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對不對 對 妳的頭髮 對 那個時候好像林慧平什麼 都梳這種頭對不對 對 都是流行 那時候流行 這個頭髮還是 鳳姐姐幫我設計的 鳳姐姐幫妳設計 對 因為那時候就是流行這樣子 對 大概 其實說起來 妳叫江玉琴的時候 那時候是跟著鳳飛飛 當她的助理對不對 對 剛開始 剛開始 因為爸爸的姻緣 對 家裡有一尊虎爺 虎爺 對 鳳媽媽跟姐姐去家裡拜拜 然後後來就變成 很好很好的朋友 她的朋友 對 然後爸爸就拜託鳳姐姐說 我們家家這麼愛唱歌 妳給她感情一下 鳳媽媽真的很好 就讓我去家裡住 住了半年 真的 鳳媽媽 對 開玩笑 聽到鳳媽媽 我說鳳媽媽 很尊敬的鳳媽媽 真的 所以妳等於就是 就像學徒一樣的 住到他們家裡去的是不是 是 是真的很照顧妳 非常照顧我 那時候露營 我都會拎著姐姐的化妝箱 然後跟在後面這樣子 然後就看著姐姐露營 然後就很仰墨 覺得說鳳菲菲那首真紅 太紅 太紅 對 是 就是跟她有學了不少對不對 我記得姐姐很喜歡看 日本的錄影帶 美空雲雀 小林杏子 烏木等等 那時候我都在她旁邊看 一起看那個DVD 那時候叫DVD 錄影帶這樣子 所以當下其實姐姐也教我 不少唱歌的技巧 對 是 所以這張專輯 妳有戴帽子 對 對 這跟你以前也不太 第一次戴帽子對不對 對 我從出道到現在 第一次 就是第一次專輯戴帽子 因為我這些年來 我一直在想 想說我曾經受過多少人的幫助 多少的貴人 因為這些貴人的出現 讓龍千玉可以在歌壇上 有一點點小小的成就 你知道年紀越大了 那個感恩的心 那心就越濃厚 對 真的油然而起 然後我就想到鳳姐姐當年 她是一個那麼 一個天王 一個天后 天后 我只是一個默默無聞 而且又沒有什麼歌唱技巧 的一個小妹妹 她可以願意這樣提拔我 我就 我現在想到我都 就非常感動 都非常謝謝她這樣一路提拔 其實那個時候 你想讓鳳飛飛提拔的人 一定很多 但是她也就是說 你爸爸的一句拜託 對 所以你小的時候 就很愛唱歌嗎 我很小就很愛唱歌 而且我那時候 你一定唱到 你爸爸受不了的時候 鳳飛飛 你把他帶走 帶走 有可能 是不是 對 對不對 你一定在家一直唱一次唱 怎麼辦 就這樣唱到 本來我爸是 吵死了 反對我走這一條路了 是不是 對 因為他怕我學壞 可是後來因為鳳姐姐的姻緣 所以爸爸才放心 讓我 讓我就是來台北 學習唱歌這樣子 那我真的到現在我都覺得 很感恩很感恩 因為以一個完全沒有經驗的 小女生來講 她可以讓我在當年最紅的 你愛週末 表演 表演對不對 對 我想到這一份恩情 我不知道要用什麼話來形容 對 其實真的是 來 別難過 你能繼續的唱 我覺得這也是他 他很喜歡的 我覺得他一定是覺得你 那麼喜歡唱歌 願意站在他身邊 不是每一個小女生 都願意住在別人家裡 對不對 你住在別人家 也不能說你不幫他做點事 對啊 你在家裡是千金小姐 沒有啦 也沒有啦 其實你還是要學習 要當個助理 該要提箱子 就要拿箱子對不對 該帶鑰匙就忘記 對 妳真的忘記 妳忘記把他手在外面 這是真的 我看姐姐真的很貼心 因為姐姐從來不帶錢 然後我很小 當然更不可能有錢 然後有一次我們錄完影 鳳媽媽就先去辦別的事情 然後我就跟姐姐坐計程車回家 回到家以後發現 怎麼兩個都沒錢 沒錢 就去跟鄰居借了計程車錢 好啦 然後去到樓上以後 沒鑰匙 怎麼辦 兩個人就坐在樓梯間 就在那邊 還好那一段時間 也聊滿多的 對 那姐姐也知道我真的很愛唱歌 所以她就很盡心盡力的幫我 後來還介紹我去黃銘老師那邊 學唱歌 學唱歌對不對 其實唱歌這件事情是 老實講你是怎麼會想唱歌 你是因為當了兵跳舞 沒有 我在台中 我國山就去幫老師代班 老師就像鍵盤手一樣 老師要去彈電話 我就幫他免費去代班 彈電話 可見你國山很有才華才能代班 也是要去學 對不對 要去學了 所以家裡環境還不錯 對 那時候 然後就是要跟人家學 然後就是說你學 你不可能有什麼閒了 你只是學經驗 然後就上台 然後就到 就搞合唱團 合唱團 然後叫美軍俱樂部去唱 然後當兵就到義工隊 義工隊退伍 就拍徐章的電影 然後 那個時候他是偶像 他剛剛講完恩人 你剛剛講完恩人對不對 我還沒講我的恩人 小燕姐 沒有 小燕姐 我每次去上每個節目 都跟他們新人講 我說你們太幸福了 我說我以前要像小燕姐 那時候當紅 綜藝一百的時候 我是前一天到華式地下室 跳給小燕姐 還有製作單位 所有的人看 看完了以後 沒告訴你答案 明天來不來還不知道 是要等到他們的通知 然後我就帶著舞群在那邊 飛個黑個洋 因為新青春在那邊跳 他來我們還噴火 對 但是呢 就是看完你的表演說 這個很好 然後要怎麼要噴火 這危險 我是講的 沒有 我是告訴年輕人是說 你上這個節目的時候 你是一個態度 那我說小燕姐 他們那個節目是 以唱片排行榜 是來的每個歌星 都有自己的特色 包括江蕙 林慧平 金睿瑞瑤 你要有自己的特色 然後你不是說你要上 就可以上 現在是上電視太隨便了 你不要再教學員一點 我只有在小燕姐面前 我絕對不敢造次 我已經罵了 你唱什麼歌 小燕姐 我說我上節目 我還平常講 我們都很講 小燕姐 我是主持人 龍慧是唱歌 歌手 你是八點檔的 或是六點半檔的 很清楚 很清楚 大家講 請問妹妹你是 我還要試的 時代不同 時代不同 但那個時候其實 他應該比你先紅還是 其實我比他早出道 你比他早出道 可是他一出道就紅了 對 他一出道就拍電影 出專輯 然後做秀 還帶舞裙 對 那我 很趴的那個 很神氣的對不對 對 其實那個時候 你已經開始叫龍慧了嗎 你跟他認識 沒有 還沒有 那時候還是江玉琴 對 一直到我出一張 閩南語的專輯 叫不如賣血塞 當初不如賣血塞 小燕姐 小燕姐 小燕姐不聽台語 跟龍慧唱 會唱那首很紅 改語氣的小燕姐 那首很紅 他一唱台語就對了 味道就對了 就改那個名字 我們就說早就改名 早就紅 我覺得也是要歲月的累積 對 我覺得經驗很重要 他還沒當兵 對 就認識他了 所以你沒當兵就認識他 對 那你那個時候是 你家住台中對不對 對 台中 你到台中做秀 對 說起來也是很有緣分 那時候我就是陪姐姐去 花花酒店錄影 然後他就來後台 找甄秀珍好像 對 我去找甄秀珍 對 然後就認識了 你為什麼找甄秀珍 因為他也是我們台中人 對 然後他就 你這樣認鄉親 對 他要認鄉親 然後他就很客氣 他就跟我講說 江玉琴 你有來台中做秀的話 就來我家玩這樣 我家就是和平醫院 就在台中那個聯美歌廳旁邊 結果真的有一天 我跟鳳姐姐去台中做秀了 然後就搭了一個計程車 然後計程車就開... 開到 停下來以後 和平醫院 我說我是要去聯美歌廳 他說你從醫院的正門走過去 就是聯美歌廳 因為在台中 對 因為我們家就是面對台中公園 正對面 對 結果我就說好... 然後一下車走進去就看到他了 然後緣分就是這麼妙 然後真的穿過去就是聯美歌廳 這麼巧 所以你做秀的話 可以從家裡的 差不多的時候這樣過去 就後門過去 從後門過去 因為前門後門是通的 後門就通他們那個 聯美歌廳的後台 這是不唱歌都浪費了 對 真的 但是每天都在聽歌 因為都聽得到 都聽得到對不對 是... 所以你們的緣分也是從那裡 是 越來越深 越來越濃 你也到過他們家吃飯嗎 什麼 有 那時候很多藝人 都去他家吃飯 然後曹媽媽對人非常好 感冒 咳嗽 或者什麼 就是看病都免費的 對 不過他也請你們吃飯 還看病的嗎 真的 還都不收錢 對 非常好的曹爸爸 曹媽媽 曹媽媽 所以你那一對姻緣 就是他囉 都是他 他 都是他 你算是做美嗎 那我怎麼知道曹西平 這是曹南平 是你 是你湊成一對的 還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是弟弟 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 真的 所以他假借說跟你一起去吃 到你家吃飯 其實是去看別人就是 是不是 也不是 是因為媽媽說 媽媽跟哥哥說 這個女的很乖 可以追他 真的嗎 對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你才十幾歲 對 你才十幾歲 對 剛出到 十七歲吧 十七歲而已 對 十七八歲了 對 剛出到 很小 那時候很小 哇塞 小燕姐 你幹嘛 哇塞 因為這都是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是真的 突然有一點尷尬 對 尷尬 你一問我們都覺得 好難講 只能說 有緣千里來相會 有缺 其實這就是緣分 對 憑良心講 對不對 你這個在基隆 對不對 怎麼想到要唱歌 唱歌怎麼想到要去作秀 作秀怎麼又碰到你 然後你家又住在那個後面 對 而且我是要去連美歌廳 我又不是要去和平音樂 我又不是要去和平音樂 就把我再去和平音樂 不知道 所以你們那個時候 戀愛多久結婚了 其實我們是 過很久才結婚 後來小孩子因為要讀小學了 小學 其實一直也都沒講究對不對 才去登記 因為太年輕了對不對 那個時候 爸媽有反對嗎 爸爸那時候是有反對 因為他覺得說 第一 我年紀很輕 第二 那時候 因為爸爸的事業 出了一些問題 那我必須要養家裡 對 他覺得說 如果那麼早結婚的話 總覺得說嫁出去的女兒 又回來養娘家 好像說不過去 對 可是那時候 大家記得說 愛到比較參世 對啦 就是愛到了那怎麼辦 愛到了就死得很難看 什麼亂翻譯 翻譯不是這樣翻嗎 台語不是 所以那個時候 你一直都叫他嫂子嗎 他好像很嫂 我很嫂 他都叫我的名字 我要叫他名字 我說 她除非有所求的時候 才會叫我嫂子 比如說 你自己說好了 自己說好了 你為什麼求嫂子什麼事情 比如說 我那個皮箱你看 是不是 你那皮箱在哪買的 我就問他的皮箱 你皮箱在哪買的 我說你的皮箱好不好用 好不好摔 他都知道我的意思 就說幫我訂個皮箱 對啊 然後那個 我說玉琴 我那個冰箱 藝人煮的 因為我用了 用了七年多了 你覺得我一個人用這樣 這個冰箱會不會太小 七年了 你這樣特別提起 七年了 對 他都用暗示的 然後比如說 我不會冥想 對 然後要錄影的時候 他就會說 隨便你啦 看你要不要來載我 反正我就是獨居老人嘛 我說好 我知道 反正沒有爸爸沒有媽媽 沒有家人 反正就沒人關心嘛 我是個粗兒 對啊 我會 我常常會跟他講這些 小獨挑戰台語歌Rap 曹西平壓力大 原型突 你是第一次唱台語歌對不對 第一次這樣 他唱Rap 這都是對我來講說第一次 收到那個歌一個月 你看我都圓血圖耶 對不起 這麼嚴重啊 帶給你這麼大的壓力 拍多久 拍很久 然後拍到那個內褲 全身都是濕的 然後第一套換到第二套 第二套換到第三套 第三套又換到第一套 換到八九遍 其實我有時候覺得 他像我的大兒子 我講真的 是不是 真的 像我的大兒子 他常常就是 有時候出國 他就直接把鑰匙丟給我 然後就說 你自己進去看 看裡面有缺什麼 你自己補貨 還可以補貨 對 我想要補貨 對 我說衛生紙沒有了 還有管理費順便繳一下 水費 電費 哇塞費 信收一收 對 把信收一收 看一下該繳什麼 就去幫我繳一繳 如果妳看到衣服很沾的 叫蓋起電給他繳一繳 然後 我回來再跟你算 然後回來的時候 我哪敢跟他算 怎麼好意思 對不對 然後最棒的一點是 但是我常常會在臉書 開菜單給他 我寫臉書那個私訊給他 你幫我煮一條無果魚 要紅燒的 然後最好旁邊加點豆腐 然後苦瓜炒鹹鴨蛋 然後那個湯 我希望燉雞湯燉久一點 然後燉越久越好 可是那個湯才會入味 反正我每天 我都會開那個菜單給他 我說然後這個禮拜 可是下個禮拜才 盡量不要重複 等一下 你開了菜單 你是到他家去吃 對 到他家 是啊 我家叫做千玉餐館 然後譬如說 六點半吃飯對不對 我說五點半 我在我家樓下 等你來載我這樣 還要你讓他載你 小燕姐 你要口水 你會不會太過分了 我沒有開車 可是我很樂意 我很樂意去接他 只要我沒有事情 只要你沒有事情 對 但是我真的有事情的時候 我也會判一部計程車去接 你就吃定了你這個嗓子 沒有 不過我覺得你們的交情 不是一天兩天的 對 真的 我覺得雖然 其實說起來 這段姻親關係 後來也分手了對不對 反而 但是你們反而是 是在這個演藝事業上 互相的陪伴 對 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 每一個都說 你跟誰認識誰認識 我說真的 我們活在這個實際上 是誰可以陪我們到老 沒有一個人陪我們到老的 快點 我的哥 陪我到老 不可能 不可能 而且我覺得那個感覺不對的時候 小燕姐你說硬要 大家當朋友 你看我們演藝圈來來去去也很多 你沒有辦法去勉強 一定要跟誰當朋友 可是我覺得千玉 他當時的時候滿紅的 所以他當時的時候 我覺得你會這樣照顧他 因為他當時很照顧你對不對 是 完全正確 因為他當時很紅的時候 他只要我接到一些Case 他一定會安排我 甚至我有時候跑場的時候 他當時跟我講我其實我都忘了 你忘了嗎 你一定有 沒有 我只知道我電視上 幫他使了不少力 就是說新聞 新聞記者或是說上節目 因為我們比較常上 就會拜託大家說 來找一下龍千玉來唱節目 可是我覺得在他年輕的時候 做秀什麼 你一定也會幫 一定會 對不對 因為我有時候會跑場 然後我就說 師哥怎麼辦 我要跑場 然後他說沒關係 我幫你挪 把你挪前面 挪後面這樣子 有一次我記得好像是那個業主 他就說不行 我一定要唱那個位置 不讓我挪 然後師哥很好 他就說 好 你就唱兩首歌 你趕快趕唱 後面我幫你頂 對 所以就是說 一路走來點點滴滴 他真的是情義相挺 所以我覺得現在 因為我有唱片公司 有經紀人 然後兄弟姐妹大家也都 就是有一個家的那種 互相照顧 我覺得他 真的很需要被照顧 所以我很願意 對 小燕姐 你如果妳一個 可以找我聊天 我是一個 是真的 是真的 我突然很怕 你看他 他還在 我好緊張 我怕你聊了聊了 就罵你的手把關 不會 他看人 我那顆你出去 我一定是幫你講話的那個人 你不用講話 真的 你眼神給我洗一下 你剛剛對小燕姐說什麼 再說一遍 幫你嘴巴撕賴 真的 我這一輩子很和善 不是 沒有 我跟你說 小燕姐你在那邊洗個眼神給我 我就 我過去 你講什麼 手把他閉嘴 我一輩子跟人很和善 我們不跟人家結仇 對 小燕姐是很和善 其實他也不是這樣子的 個性的人 對不對 我覺得他只是 好 口直心快好了 對不對 對 因為他從小在家裡 他嘴巴特別甜 然後爸爸媽媽都特別疼他 特別疼他 對 所以他就是有什麼就說什麼 所以後來在演藝圈也是這樣子 其實他心地真的非常善良 而且非常的細膩 大家不要看他這樣 好像很堅強的外表 其實他的內心像玻璃一樣 很容易碎的 對 對 最容易 不過其實你要知道 你們這一段這個緣分 我就講 雖然當初是你是嫁給他哥哥 可是後來沒有想到 陪你到老的是第一件 是我 是不是 其實我算了一下時間 好像你陪我的時間比較多 是 因為前面 龍千玉都一直在做秀 然後一直在忙 其實我們中間有一段時間 也不太走很近 然後是這幾年 發生我媽媽 我爸爸 他的孩子的事情 我們就覺得 我們是不是應該更緊密一點 因為旁邊的人 一個一個走 都會出事 對 然後就那個很難過 常常那種 都會覺得 我接到誰的電話 我好害怕 半夜誰打給我 我心裡都會很慌張 不過其實 有的時候我們要 接受一些事情 就是說 真的我們也有點年紀了 其實要有 也不是說安排 就是要學習面對 對 那要更珍惜說 現在如果有時間 就長聚在一起吃飯 對 聊聊天 如果有歌就一起唱唱 是你們第一次一起唱 對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唱 我37年也沒唱過這種台語歌 第一次 這給你一次機會 然後那個Rap 然後我快要咬蛇的事情 本來好像不是要你的是不是 本來我是說 那個歌 我們要找那個什麼KID 來幫我們Rap一下好了 他說那不行 那我們學長每次都要帶著他 也是麻煩 我說 現在大家製作幹嘛 錢又那麼小 帶著你又麻煩 然後他也 他也不是歌星起家 又怕他Rap好 對不對 我怕他又Rap好 我說那會不會麻煩 他說好吧 那我跟老師說 那我自己試試看 對 你是第一次唱台語歌 對不對 他唱Rap 也是第一次 這都是對我來講都第一次 然後收到那個歌一個月 你看我都圓形凸 四哥對不起 這麼嚴重 帶給你這麼大的壓力 聽說你們這首歌 天生什麼字 你還換很多套衣服 換很多錢 對啊 換很多套不打緊 是拍多久 拍很久 然後拍到內褲全身都是濕的 然後第一套換到第二套 第二套換到第三套 第三套又換到第一套 換到八九遍 我們先看一下那個 拍到花絮好不好 那個 花絮 哈囉 我們按摩腳 不好意思 龍姐腳從早上到現在已經 7點多到現在 不好意思 你這個腳好臭 他這樣很不雅耶 我覺得 我的那個韻律感是不錯啦 可是我那個 都會跳錯 跳到機器當機 導演說龍姐又跳錯了 快點 曹大哥 對啊 曹大哥一直欺負我 鏡頭給我戴一下鏡頭 我這個是 啦啦隊 開玩笑 這少女在穿的衣服 我告訴你 我現在可也是少女喔 問題是跟我們同一齊的這些藝人 誰敢穿這個啊 你今天講的都是好聽的話耶 真的嗎 跟你平常不太一樣耶 跳舞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不太會跳 可是四哥你們都知道 他是動感的 唱跳十足耶 唱跳十足 對啊 對啊 所以你看他這樣一跳 而且還有口訣 沒有 小浪啊 小浪 大浪啊 大浪 對 這個叫划船啊 划船 划船啊 划船對不對 等一下 要看我們的MV 要不然這樣看起來 會覺得很幼稚 不會 不會 大家看完以後就會覺得說 我平常運動一下也不錯 對 你看他這條獅子座 他不會小跟金 還有一次問他說 我春環不放到哪去了 他自己把春環不逼在那個 因為他竟然不知道 我記得好像是有一次 我要去幫爸爸拿什麼東西 然後剛好又拿著春環不 所以一開一關 就把春環不放進去 總覺得 我比較把它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真的很安全 這首歌是為了 大家要運動對不對 天生自然 就是像公園樓 媽媽在跳 是 我前幾天還去板橋 跟一些媽媽 二十幾個 我就跟他們一起跳這個舞 是 然後他是我臉書的好朋友 他已經臉書的好朋友 然後我每次有什麼 我都拜託他們說 你聽一下那個歌 然後我說你們媽媽練好以後 我來跟你們跳 然後那天下好大的雨 風雨很大又很冷 他說曹大哥不會來 他答應我們大概不會來 這雨那麼大 那麼冷 結果我出現他們說 他真的承諾 說要來真的來了 媽媽們承諾了就要去 人家是真的在等你們 對 真的 對不對 對 感動 感動 然後你做什麼 他們都來這樣支持你 我覺得那種 現在不曉得 年紀越來越大越會感動 很多事情都感恩 感動 珍惜 是 其實剛剛看你們這樣拍 不知道你們會拍出什麼樣子來 我們來真的看一下天生的 好 HAPPY好不好 來 小燕姐 你知道嗎 這首歌真的是為曹大哥量身訂做的 他是主角 我是配角 對 看得出來 不行 我們剪這一段 看起來就是他的歌 不是 沒錯 可是這個你 你唱台語Rap 很不錯 對 很難 真的很難 我現在發現說 真的我們那個年代的唱跳 跟現在的這個 唱跳跳 歌曲完全不一樣 他不是是年紀不一樣 他現在跳了會累 很累 不是 還有那個很熟的歌 你常常在唱 唱的時間要醒一點 突然一唱 你怎麼忘記 會 小燕姐 真的 會 正常的 然後當天跳跳回到家裡 是那個膝蓋整個都 你穿每一套衣服 都自己去弄的 還是人家幫你弄的 有 我們請設計師幫我們弄的 對 很漂亮 她說要找回 你看我以前去小燕姐 那個野性青春的味道 很好看 其實這也是你 你很少有的 你很少有的這種 第一次舞曲 從來沒有過 你沒有唱過舞曲 對不對 都是苦情的歌 書情比較多 他每次跟蔡小虎合唱 要不然就是跟袁小迪 要不然就翁莉 我都唱那種情歌 對 悲香的歌 然後這次師哥就鼓勵我 他說你要變 要變 要嘗試新的 對 我說好 也讓大家說 看到龍千玉 經歷過那麼多事情 還是可以站起來 對不對 她還是正能量跟大家 面對她的人生 還是繼續走下去 我說不管唱多久 不管今天還是怎麼樣 我們日子還是要過下去 因為妳是她的力量 對不對 對 我覺得 當然我們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看到 其實一個做父母的來講 其實千玉 當然妳自己的婚姻的事情 很多事情妳覺得還需要低調 但是當兒女發生事情的時候 大家報章雜誌一定會登 其實我們自己是做爸媽的 都曉得那種苦事非常非常難受 但是不管怎麼樣 因為妳是這一家的中流底主 對 妳一定要站起來 妳一定要扛下去 不管醫藥費 不管大家的生活 這個妳不能擋下去 是 其實這幾年來 我慢慢才體會到 無常就是正常 以前在講無常的時候 其實那種感受沒有那麼深 包括我在唱一些很苦情 很悲情的歌 老實講 我可能是用我的歌唱技巧 用我的聲音 來把它詮釋出來 但是很多歌迷他有發現到說 這幾年龍青玉的歌聲變了 是一種很內斂的 然後是一種有溫度的 我想這就是一種 人生歷練 對 人生歷練所感受而來的 那我想我在這裡 也要跟所有的朋友 大家互相來勉勵 人生十之八九 其實都不如意 不管我們遇到什麼樣的挫折 我們都要往好處去想 都要有正向 都要光明面 對 因為很多事情 如果你 你一直不去接受它的話 其實自己會很苦 我再跟大家分享幾個字 原來如此跟其有此理 原來如此的話 你會覺得一切都是很合理的 你的心就會平了 就會損了 但是如果你一直覺得說 其有此理 其有此理 這個事情怎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抱怨 其實你自己非常的不快樂 而且身旁的人也會不快樂 不過我想你 當然我們說起來 很容易 你這幾年的事情 並不是一般人都會常常遇到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的重擔 我覺得當媽媽的我 一定要自己本身有那種正向 正能量 然後才可以帶給孩子正能量 自己一定要堅強 自己一定要勇敢 孩子才會跟媽媽學習 我覺得很安慰的是 我孩子在出事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媽媽 還好我沒有撞到人家 我旁邊也沒有載人 所以這一切的痛苦 我自己一個來承擔就可以了 其實當下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孩子很懂事 我非常非常的安慰 對 當然這一路走來 有很多的酸甜苦辣 可是我覺得那 也許是老天爺給我的功課 因為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 都要面臨不一樣的功課 那我希望在這一生我可以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 考一百分 但是我希望我60分能夠及格 那我也很謝謝歌迷們 還有很多很多的貴人 給我的支持跟鼓勵 謝謝你們 謝謝 不過的確在人在 有的時候人在困境的時候 就看得出來 比如說這個小叔就會出現了 有的時候 雖然他也很需要你的照顧 小燕姐其實我還滿謝謝他 因為他那麼信任我 那時候我憂鬱症很嚴重 我在泰國 我有一天半夜接到他的電話 我是整個人 在30樓我都覺得我整個愣住 因為我之女出事 我整個愣住說 怎麼會這樣子 他的電話那一頭就一直哭一直哭 我整個人也慌 我也不曉得怎麼辦 我就說叫他心情要先穩住 然後我們看怎麼樣 面對媒體面對大家 然後我跟他說很多事情 其實坦神面對會比較快樂一點 要不然我們一起 所以你的憂鬱症是被他治好了 應該是這樣講 因為你發現有人比你還苦 對 其實人就是這樣 其實小燕姐是真的 比較出來的 你很憂鬱 因為你覺得你自己 全世界最苦的人 你回頭一看 疫情比我苦太多了 他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我們要一起來幫他面對 小燕姐沒有錯 這救了你 真的救了我 因為那個時候你在泰國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整個身心都很難受 聽說你還跑去泰國看他 是 對 他專程來看我 我為什麼會去看他 你知道嗎 小燕姐姐 因為我跟他講電話 講了一個多鐘頭 然後那個月的賬單一萬多塊 我後來想想 不如坐飛機你也開回去好了 快一點 因為國際電話很貴 對 然後我隔天 我還沒去之前 我隔天就想說 他回來我一定要買一支 iPhone送他 我說 你唱歌差那麼久 你看我們兩個家台 都一夾子了 我說 你是不是應該攻蛋 小燕姐 對啊 我是每一個歌曲 都可以上台唱 我說現在體力還可以 腦筋還可以 你就上去唱 你是不是戴上我一起 然後我去看到 其實四哥我也很感動 因為我那時候不曉得 要出來一張專輯 我要製妝 然後他就帶我 跑遍泰國的百貨公司 服飾店造型師的一些 一些Style那種 對 然後走了大概 七八個鐘頭 然後他都沒有含淚 只是後來我看他怎麼 腳好像軟腳 你知道嗎 軟腳 腳都走路一圈一圈 對 回到飯店 他把襪子脫掉 你知道嗎 四哥後面的腳跟這裡 都流血破皮了 你就不會講一聲嗎 我當下真的 我覺得四哥好溫暖 好溫暖 因為妳在泰國人來看妳 是開心的 對 只想那麼遠 人家特別跑來對不對 對 妳會想說盡量好不容易 可以盡量說中文盡量說 還滿開心的 對 可是後來四哥有跟我講 他說你怎麼都不提天 我這個就是請你幫我買一雙鞋子 你不知道嗎 我說我在暗示你 我腳破皮了 你怎麼沒有買到鞋給我穿穿 真是 真沒有默契 我沒想那麼多 大家沒想那麼多 對 我只想說好心疼 你看到這條獅子座 他還會小根莖 還有一次問他說 我存款布放到哪去了 他自己把存款布 冰在那個冷凍庫裡面 他竟然不知道 就買東西 買爸爸東西就冰冰冰 連存款布都一起冰在裡面 應該說我們兩個 都沒有什麼金錢概念 就只會工作 然後可能錢就是交給媽媽 或是交給媽媽 那個存款布 我記得好像是有一次 我要去幫爸爸拿什麼東西 然後剛好又拿著存款布 所以一開一關 就放進去 總覺得要把它放進去 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真的很安全 真的很安全 對 他就找不到 找好久後來 終於有一天出現了 沒有關係 豪佩晨多年輕對不對 他說他把手機也放冰箱裡 那泡湯了 沒有 他那時候應該還不錯 只是冰了一下 那我是 我覺得做媽媽就是一個忙碌 對 真的 其實我們的身分就是 除了做媽媽以外 還要管很多事情對不對 對不對 要他唱 要演出 要幹嘛 對 真的 其實點點滴滴 別人看我們 都是打扮得好好出來 其實我們跟別人 一樣要過日子對不對 對 沒錯 我們還有一個小書 要去幫他附水電 對啊 很忙的對不對 對 要認真工作對不對 我還記得有一次 然後我每次怕他 我就說阿里最近有沒有做晚會 有 我就放心了 因為我怕他沒做晚會 沒有硬抗 沒有錢 沒有錢 沒有錢怎麼來幫你付水電費 對 我就擔心這個 小燕姐 你說對 我就擔心這個 他一沒有錄影 他沒有演唱 我就擔心 他每次一忙我說 忙得好 好棒 真的好厲害 因為我忙的話 就不會找他麻煩對不對 他如果忙的話 工作順利 他也不會找我麻煩 是不是兩個都忙 對不對 就像蠟燭的燈光對不對 我如果一直照他 他不亮 我好累喔 對 所以他也要亮 我也要亮 大家都要亮 就很溫暖對不對 但是 對不起 我總想問一件事情 就是你那個婚姻結束以後 你就沒有想再嫁 沒有 因為我很愛我的家人 我因為以前 我自己有想過 其實自己也有一些地方 不夠成熟 智慧不足 現在智慧很足以後 還是不足 我覺得這樣 其實這樣滿好的 跟家人 姐妹 然後媽媽 然後孩子 其實我覺得這樣 我就很滿足了 很知足了 還有這麼多的粉絲 這麼挺我 像很多粉絲就 你也覺得是這樣嗎 我覺得OK OK 對 反正我有工作 音量比較重要 我論問題比較多 然後我最近還給他弄一個戲 小燕姐妳聽聽看 是不是 我說你唱歌唱那麼久 你看我們兩個家 還都一夾子了 我們出了這個天生自然 對不對 這就算了 我說你是不是應該公蛋 小巨蛋 對啊 對啊 他說他跟我說什麼 他說不行不行 為什麼不行 那個壓力太大 又賺不了什麼錢 然後搞到自己快瘋掉 我就跟他說 那我們給自己一個回憶不好 我說能否站在台上唱 而且你的歌那麼多 那麼多 對不對 然後不是每一個歌曲 都可以上台唱 我說現在體力還可以 腦筋還可以 你就上去唱 那順便 你也只能唱 天生自然這一首 對 問題是沒去過 這是我的私心 對 這是我的私心 我沒去過的時候 龍姐妳一定要唱 給自己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 他們沒有唱過小巨蛋 其實 有人找到他就不想 他說壓力太大 對 他說壓力太大 其實前幾年是有想過 也真的認真想要去公蛋 後來就因為家裡 發生太多事情了 我真的無暇再去兼顧 公蛋的事情 可是我有認真考慮 因為我在我的FB 看到一些粉絲的留言 其實我有點心酸酸的 他們就跟我寫說 從小聽我的歌長大 現在可能有些人 已經有一些年紀了 對 他們會覺得說 他就寫說 我的餘生 就是希望能夠看到 龍姐 對 妳的演唱會 對 我說好 我會認真考慮 其實我覺得一個歌手 但就像一個指標一樣的 就是好像 你是一個爬山者好了 就是要爬到玉山 或者爬到哪一個山 因為前陣子那個 黃國仁老師 他不是說他去了公鳥巢嗎 對 公鳥巢 結果他就真的 真的去了 也真的有人去 他說 人家是不是覺得我瘋了 但他的老婆講說 我就賣房子 如果我的錢 我們賺的錢 買包包 我為什麼不能把 我們兩個賺的錢 去買個理想呢 其實我聽了也是覺得很 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他說 我就是覺得 我老公一直被 沒有被別人認可 是音樂人 我希望他有一場演唱會 是啊 所以他說 好喜不喜 去申請 就下來了 真的 本來以為是不會下來是吧 本來以為 不會下來 就做做夢好了 對 申請 他一定不會準 別人都沒準 怎麼會準我 他就準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很多事情 如果人 人生有一個目的 比如說 這個公代是我的目的 我覺得人生 其他都不難克服 體力是最難克服 是 對 所以是你身體 年輕 還很年輕 還很有精神的時候 就準備一下 你知道嗎 我跟我兒子講說 我要來向小燕有約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媽媽都超過50了 你知道我兒子跟我講什麼嗎 你要向小燕姐看情 沒錯 真的 你看小燕姐還這麼棒 這麼有活力 我剛剛在化妝師 還跟化妝師講 我說 小燕姐請我插個話 我剛剛在化妝師講說 我敢喊累嗎 你看那個模擬車上面是小燕姐 她都沒喊累 我們喊什麼累 我不敢講我們累 我老實講 你們在講50 我後來再想想 那我50歲是在幹嘛 我在做超級新紀片 對 是不是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 也沒有自己 也沒有覺得自己幾歲 好像年紀 就順了節目 該怎麼做 該什麼 我來把小燕姐對妳的訪談 整篇文章看下來 我看完以後 對我的人心有另外一種目標 尤其是年過50 60了 然後那個 是真的 其實我覺得 因為現在的人 都活得比較長 對 以前真的50 60好像就是很老 老年人 老先生都要綁著 對 現在不是 大家都蹦蹦跳跳 都在天生很自然 天生自然 天生很自然 唱唱跳跳 日子都是要過的 開心過也是過 是 愁苦過也是過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 這是要 你們要站起來 鼓勵鼓勵大家 有 然後我們也跟年輕的 進行的這個藝人朋友講說 我們兩個加起來都 唱了一甲子 我說 如果你進這一行 請妳要有那個態度 小燕姐的態度 熱忱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不要老教訓人家 跟人家做朋友 OK 沒有 我跟每個人都做朋友 你看我每個人都罵他們 醜八塊 醜死 你看我 我的打招呼就是這個方式 他說阿哥好 我說 醜八塊閃開一點 不應該 現在大家都很習慣 不是 小燕姐他們還拜託我 他說 曹哥你可以多罵我一點 你越罵我越好 我越罵我 都奇怪 你看 是他們有問題 不信我有問題 小燕姐 你千萬不要誤會我 我不愛罵人家的 真的 我不愛罵人家的 今天節目最後我們還是來聽 龍圈域的這首歌 陪我到老 很多的歌都會陪著你 謝謝 謝謝 謝謝小燕姐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